午后,国滨酒店,黎啸和夏思瑜坐在酒店套房里,两人身前站着低声汇报的阿杰。 我送她到警署之后并没有进去,后来就看到出警的警车去了会展中心,猜测她可能是报警了,事情大概就是这样。 这小姑娘还挺有意思,看样子也是想帮你们。 将功补过而已。 什么意思啊? 一开始关明玉应该是犹豫过的,不然伤穷英也不会在她身上浪费那么多时间。 你是说她动过背叛你的念头? 如果她拒绝得干脆,伤穷英不会绑了关明晨来威胁她。 夏思瑜不说话了,她以为关明玉是真的坚定不移地站在李窍身边,没想到也是犹豫过的。 她没错,面对选择的时候,犹豫不决是人性。 把之前伤穷英违法的资料全部送到警署,包括关明玉昨晚的若远记录和关明晨被绑架的监控,以及验伤报告。 一并跳上去。 好的,七小姐。 对了,那兄妹二人说是想见你,还在隔壁等你。 走吧,下午你跟他们一起回南洋吧,隔壁。 李小姐。 身体怎么样了? 好多了,李小姐,我没有背叛你。 我知道,这次的起因是我,连累你们了,很抱歉。 李小姐,您千万别这么说,这跟您一点关系都没有,分明是那个老女人居心不良。 事情已经过去了,我下午派人送你们回南洋,至于你身上被注射的药剂,实验室会给你解毒,不用太担心。 李小又简单和这对兄妹交代了几句,不到五分钟就离开了房间。 明玉,你告诉我,你一开始是不是想投靠那个老女人? 哥,我,我没有。 你有? 那老女人派人抓我的时候,说你明明答应跟她合作,结果又出尔方尔。 明玉,你知不知道,你要是真的答应了她,那今天去坐牢的就是我们兄妹两个了。 哥,你别这样说,我,我确实动摇过,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李小姐,不然我今天也不会去主动报警。 当初要接受实验室帮助的是你,不管什么原因,你也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呀。 而且李小姐对我们还不够好吗?提供资助还无条件帮我们。 要不是她的话,我现在还在工地搬砖呢。 那老女人给的条件再诱人,能有李小姐这么坦荡吗? 你,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